大家好,又是我A君的鹿水青山 相信大家聽到A君的聲音都知道是甚麼原因 是呀,又有人要做功課 奧運期間都要做功課,真是忍不住 算了,希望他好像我們香港運動員一樣拿得好成績 今天A君就要說一說,我們向道闊別二十五年之後又拿了一個金牌,真是非常之勁 好,第二件事就要說一說,我們中央市場那邊的謝峰,缺戰這個世晚真是非常之好看 好,接著也要回到向道那邊,就是說說大曉大耀廷 還有另外二門徒那個王林福,還有最後A君就要再提一提到六四死念館那裡 說回香港金牌那裡,首先要恭喜張家朗 A君今天就齊早一點點吃癲,然後就回家去看他怎樣對戰這個意大利的高手 好,整個過程非常之緊湊 最初去到六比五的時候,對方首先要拉傷了,然後休息一休息 看見張家朗就在那裡搖一下自己的劍 那段時候不知道他在量度什麼 但是A君就看見好像被牽著,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了,對方爭取休息,但是他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 當時A君也替他有一點擔心 好,誰知道一上場,很快就已經獲得10分 正當A君非常放心的時候,嘩,一聲對方又連追幾分 接著,張家朗沉著應戰,到最後 終於在限定的時間裏面,拿足15分 拿得這個金牌,真是恭喜張家朗 張家朗原來是97年6月10日出生 全家都是打開籃球的 自小的時候,張家朗的初戀運動就不是劍擊 而是籃球,當時他的偶像是誰呢 當然就是公牛隊,不過竟然不是Michael Jordan 而是出了壞孩子Lokman 可能那些年輕人都是喜歡那些壞孩子 這樣才可以有這個經歷,這樣去打運動 但是由於他15歲的時候,未能採身港隊 不過他爸爸也很厲害 自費給家朗,隨著那些師兄去各站的世界盃 看著 好了,接著去到2014年的時候 家朗就參加青少年的錶賽 哇,狂鬧四個金牌,跡身在港隊 接著就開始參加不同的劍擊活動 15年的時候,弟子出戰,在亞洲賽得到貴軍 16年還打贏了亞洲的金牌 以及奪得了個人賽的金牌 拿了亞洲冠軍,成為了香港首個個人亞軍的親王者 這次參加的金牌,真的非常厲害 好,接著甚至乎獲得了李約奧運會的資格 不過正當他達到自己高峰的時候 哎呀,去到奧運的時候,十六強不入 雖然這也是港隊有史以來的佳職 但是當時的失敗,令到他覺得 到底是不是要再繼續打劍呢 幸好他跨過了這一關之後 成績越來越好,17年的時候 就要世青賽後再奪冠軍 好了,到今時今日,終於達上了全世界天下第一劍 拿了奧運金牌回來 好了,張家朗的例子就正正式說了給大家聽 無論遇到什麼挫折都好 只要大家繼續努力走回正路 金牌隨時就可以落在你手上了 好了,講開奧運的劍招 真是一招一招插過去 我們有講過,另外中國外交部 他們的唇槍斜劍絕對不下於張家朗的劍風 我們講的就是謝鋒決戰這個射萬 這次被譽為中美交鋒的首戰 開賽的地點就是在天津 一開始的時候 謝鋒已經採取主動 劍劍穿心地刺下去射萬 第一招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樣 中美關係目前陷入僵局面臨困難 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美國將中國當作假想敵 這招簡直刺到美國的深陷那裏 真是不知道如何應對 謝鋒一招刺中對方深陷 再誠勝追擊 中方東出美方 改變當前這種極度錯誤的思維 和極度危險的對話政策 可以說是步步進逼 謝鋒硬直了幾劍之後 以為謝鋒會停一停手 誰知道謝鋒 再來一招三式 批評美方的所謂 競爭 合作 對抗的三分法 其實都只不過是 抑壓著中國的掩眼法 所謂競爭 只不過是一些語言陷阱 簡單說 即是腦哄著你 走入 他們定好 最討厭自己的遊戲規則 等到你 在世為奴 去跟他們規則做事 好了 至於合作 就是 美國那邊的權宜之計 簡單說一句 他需要你的時候 就和你合作 例如 中國早期 技術含量不高 就找你做 cheap labor 好了 接著 到現在 中國技術含量高 做到 美國做不到的事 就在玩對抗 例如 我們這些5G夠厲害的時候 就把所有人一起封鎖我們 嘩 謝鋒這一招 將美國提出的口號 競爭合作對抗 一夜指出是一個點眼法 哎呀 真是 下下 對到應 三劍全眾深陷 好了 謝鋒連刺三劍之後 然後再接再例 就承接著 剛才所說競爭那件事 在這裏說 美國所謂維護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其實就只是將自己 和少數國家 極加法幫規 包裝成為國際規則 用來打壓其他國家 哎呀 非常之對 只看美國那邊 太無理拉奸 就將 新疆那邊 包裝成為 違反人權 一時又說 棉花有問題 等等等等 就已經知道 所謂的國際規則 不過是他們 拉幫結派 封鎖其他有優勢的國家 封鎖其他有優勢的國家 好了 正當謝鋒 被謝鋒 刺到無橫手之力的時候 以為可以休息一休息 誰知 謝鋒繼續出招 又是再連出三劍 這樣去講 美國的人權問題 首先 謝鋒就說 歷史上說 對土著狗 種族滅絕的 就是 美國 真是 四萬 無可說 眾所周知 所謂 發現新大陸 當時 美洲 住在超過二千多萬人 不論男女老幼 招到少於二百萬人 真是十個去九個 那種滅絕情況 相信大家想起都覺得深寒 遠鏡不說 再說近 最近 奸南大 多間學校 爆出了 無名碑事件 這件事固然恐怖 但其實 美國那邊 到現在 仍然有類似的學校出來 他們對付土著的政策 根本 跟奸南大一模一樣 不過奸南大又優勝些 畢竟學校 在九十年代已經是關閉 美國現在還有這些學校在 好了 這一件 刺到四萬 不知道怎樣應 的時候 誰知道再多撿一劑 真的腰著腰著痛 謝鋒的感覺 在現實來說 消極抗疫 就造成了 美國有六十二萬人死亡 哇 這件事真是癒到四萬都不知道怎樣應 回憶過去的一年 突離譜在任的時候 經常在說 Cone flu virus 又說這是中國病毒等等 到最後 中國就成功控制病毒 但是 美國 周街都是病毒 美國那種抗疫方法 搞到自己的國家 那麼多人搞不定 現在還在想著射獲 看完我們中國 武漢實驗室一劑 嘩 找不到證據 又說要多撿一劑 這一招 真是堆到美國 應一應 好了 堆到射慢 上氣不接下氣 嘩 最後 謝鋒再來一招 穿心一劍 那就數美國 世界上來看 長期窮兵俗武 那個就是刺子大 用謊言挑起戰爭 為世界帶來深重的災難 謊言挑起戰爭 遠一點的 大家就可以看回 2003年的時候 美國那邊 有人拿著洗衣粉 就說大殺傷力武器 近的是什麼 只要看回2019年 大家就知道什麼顏色革命 好了 謝鋒最後 這次 美國 收場 美國 憑什麼 以全球民主人權的代言人 自居 嘩 這一劍 不是刺下去 是砍下去 哎呀 這樣就真是見血了 哎呀 好了 講開見血 又有一個人見血 講過誰 講過你 戴耀廷 今次你又見血了 今天 廉署起訴了三個人 就是關於2016年立法會換屆的時候 作出非法行為 控告他們 並非候選人 或者任何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的時候 但是在兩份報章上刊登了六個廣告 招致選舉開支超過25萬元 違反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真是壞到 斷得正一正 好了 那下巷起訴的三個人 沒錯 第一件 就是戴耀廷 第二件 就是一個姓葉的人渣 第三件 就是另一個姓石的人渣 案情指 有人透過一間 叫做雞蛋同盟有限公司 招致選舉開支超過25萬元 在明都及蘋果裏登了六個廣告 不單止這樣 戴耀還被廉署堆多一項 堆他什麼 就是在選舉之前 分別透過電台節目 記者招待會 以及社交媒體 向選民介紹一項 投票的計劃 目的就是 透過招募選民 根據他們的計劃 提供建議 給予投票給某些候選人 希望做到 超過半數當選的議員 來自某些群組 大家聽完這麽多 再聽回廉署 這麽清楚地說他選舉舞弊 以致坐他出來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不用說了 壞硬的了 但由於事件已經達到法律程序 A軍大致說了這麽多 在這 A軍捉大妖 違法達罪 罪有應得 好事一浪接一浪 不要讓他停 第三件事 就是 12港人案 其中一個被告 黃林福 這個黃林福 就在19年10月 在旺角警署的側門 投摘汽油彈 當然 去年 在12港人案的時候 他 潛逃離開香港 亦被告妨礙司法公正 再加上另外 企圖縱火 以及意圖毀壞財物 三條罪 罪成 當然 三條罪罪成 大家都覺得是意料之內 不過 有一樣 意外的bonus 這個黃林福 就真的給了大家 他在庭上 他在庭上 公出 12港人 逃離香港的細節 黃林福 就說 原來在2019年12月 去到2020年8月23日 被捕期間 還其餘 8個被告 以及另外那個 喬影如 李宇軒 鄧啟然 等等 12個人 原來就有計劃 由香港潛逃去台灣 他們最初就說 大家不認識 那時候才見面 原來又是另一個謊言 黃林福甚至乎 親自作證就說 其實那段期間 他們又透過Telegram 多次作出通訊 甚至乎 亦多次 親身會面去商討 潛逃過去台灣的計劃 最終由鄧啟然 購買快艇 成為了最終落實的方案 因為大家都覺得 城市機會最高 好了 整個潛逃計劃入面 原來分工仔細 有人籌期 有人開車 有人提供匿場地點 作出安全屋 可以說是一個職業特工隊 分工 黃林福還說 除了Telegram 還有Instagram 他就在那裏 認識了別號 叫做台灣手足人 介紹了其他共犯 包括了一個叫做 銀仔 又或者還有他叫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的人 這兩條人 就介紹了 喬影魚 當時 黃林福還說 我沒有錢穿草 誰知道還有其他金主 給了15萬 幫他穿草 大家以為只是幫他穿草 不止 原來還有人安排 只要他過到台灣 當地陸委會 就有人向他提供庇護 會一個叫做火仔的人 就會在台灣接欺他們 於是阿符 黃林福在2020年4月 離開家 去到港九新界 多個安全屋 避難 每個安全屋 都有人接應 好 就這樣一躲 躲了幾個月 去到8月22日夜晚 當日還有士忌 趁自接送 送到他 8月23日 凌晨 匯合其他人 在那天 在布袋奧 登船 穿草 好了 剛才黃林福 爆了這麼多資料 自然 很多人牽涉在內 這宗妨礙司法公正罪 指黃林福 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8月23日期間 在香港連同一個自稱為廢宗 一個自稱為欣典 還有別名 這個欣典的別名叫大媽 姑姐 姑媽 或者Sister 以及另一個 Guzzi的人 以及其他人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作出一項 或者一連串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行為 即是協助 好了 A軍就要跟大家翻一翻帶 十二門徒安出來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渣 本著說什麼人道理由 狗不答白的理由 就說要把他們回來 然後又要把事件擴大 說到最後 其實就是想阻止他們上庭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王林福的年輕 其實只不過是其中的參與者 但是 他已經可以把所見所聞 就已經把其中所牽涉的人員 資金等等 經過手人 也別說不害怕 再加上另外一個李宇軒 他可以說是雙雙客客 都接觸過的中間人 這件事當然有很多人不想他們出庭 所以 A軍說回一句 陰河 扮民主派 用盡什麼人道理由 人權 狗不答白 目的就是 掩著真相 好像美國那樣 用人權等等的藉口 去打壓對手 就一樣 最後一樣 A軍要說一說 支聯會六四四念館 由於六四四念館 未有領取公眾娛樂所的牌照 其實就是上個月 二號的時候已經關閉 最近接到食環處和法庭的傳票 就是節目開出的 今天 即是七月二十七日 下週就要去九龍城裁判法宇 答辯 預料 有關人事 將會是認罪 即是 很可能 這個六四四念館 將會是閉館 A軍看見六四四念館 閉館 心中 第一個反應就是 既開心又可惜 開心的 當然就是 這麼多年來 散播謊言的 死念館 終於要閉館 但另外可惜的 就是 到今時今日 六四四念館 那幫人 依然 沒有面對過 我們這些 這些 這麼多年來 一直指出六四真相的人 結果 他就在那裏裝了 自己被打壓 輕輕就轉身走 拿著光環離開 還有機會 給他們 再拿著這個光環 在別的地方 塗毒其他人 這一點 A軍覺得有少少可惜 不過 這件事 A軍都知道 政府在這一刻 很難出手 不過 雖然政府做不到這一步 不過 A軍一定會 擋住你 自聯會 你在這裏 想繼續散播科研 我A軍 就好像奧運金牌 劍擊手 一刻 擋住你 自聯會 我擋住你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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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